继14月预赛第一个比赛 场上最后期前的讯息 大致推荐 还有自己的之前的赛 让我们欢迎运动员 谈判员入场 运动员对上 黎晓 戴瑞 网路 宋伟 最后选定 2020年全国纪念比较赛 曾经过去 广播队 两戒毛 曾小炮 许一平 金耀威 最后选定 2019年全国基建比较赛 团体国局 陈外 介绍 黄兰 北京 国际 陈城 清晰 比起 请运动员 男人 为 比赛 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 您好 您先收看的是 2021赛季全国基建冠军赛 分战赛 季十四云玉赛第一战的赛事 今天比赛是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马上我们将看到的是收官之战 男子配剑团体赛的决赛 这是一场冠军之争 在广东和江苏之间展开 这两个省呢也是基建的传统强省 实力都非常的强劲 第一局比赛的两位选手已经步上剑道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广东和江苏是要进行九局的对决 那么第一局登场的两位选手 是来自江苏的黄露露 和广东的许英明 进行试剑 触控要正常才可以开启比赛 那现在我们将目光聚焦于 剑道上的两支代表队 江苏和广东 双方的第一局 许英明应该是要有主动优先权 这样的话就先得一键 这一键呢广东队是发起了录像的挑战 要看video 这样就要看一下黄露露能否拿下这一键 这样这一键呢是 判给了许英明 广东是连得两键 黄露露主动进攻 在这局当中终于得到一分 两位选手是同时进攻 黄露露提出申请要看video回放 从这个慢镜头呢看上去黄露露的节奏要更快一些 不过要看裁判最终的判决 对于这样有争议的分数呢 录像回放是能够最为直观 也最直接的能够让裁判 通过这种科技的方式去判定清楚刚才这一键的主动优先权 也是确保比赛的公平和流畅 维持了原判这样这一键呢是给了广东队的许英明 徐一鸣直接进攻 再得一键 这样广东队就以5比1结束了第一局的比赛 那么在配件的比赛当中呢 我们就会看到下面的倒计时呢是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 主要看的是选手的所获取的键数 先得到5键的队伍呢将先结束一局的比赛 本场呢要进行9局的对阵 运动员完成了交替之后要进行的是两支队伍第二局的比拼 这局呢会要求选手有更好的距离感和控制身体的能力 双方做好准备 对攻之后呢才判是主动全判给了邓小号 这样邓小号开局先得一分 转换 紧逼对手之后刺中得分 邓小号也获得一剑 加油 加油 邓小号的速度更快一些 掌握主动全之后现在是7比2 广东领先于江苏 进攻转换之后呢 左方江苏这边的选手林霄 是得到了这一分 转换 鸡打进攻之后呢 林霄次中了邓小号 这样的话 比分现在是逐步在缩小 转换 江苏队呢是在得一键 比分现在是6比7 落后于广东一键 转换之后所发动的这个进攻反攻 很流畅 帮助江苏队呢 现在是缩小比分差距 这样刺中之后呢是弥补了上一键 关键的一键 关键的一键 邓小号转换进攻之后得分 现在是有两键的优势 启动进攻之后呢 两位选手都有一定的停顿 最后这一键呢 这一键呢是判给了邓小号 手握 手握局点的广东队 拿下了这局 广东队是10比6领先于江苏四键 配件其实对于选手的这个注意力上有很高的要求 如果在判断上犹豫不决分散了注意力 那么比赛呢就会随时发生逆转 包括攻击的部位是上半身 攻击点多 所以防御上呢也有着较高的要求 双方现在进行的是第三局的比拼 江苏的戴瑞 是在这局当中先得一键 梁建豪对这一键的判法有意义 想要申请录像回放 现在两支队伍是有三分差距 这一分呢是判给了戴瑞 转换 转换 步步紧逼对手 进攻反攻之后梁建豪再取一分 进攻刺中梁建豪在展换之后呢 这次有效的出击帮助他再得一键 那现在是12比8领先于戴瑞 启动速度更快 进攻的发动也更快 梁建豪是在得一键 梁建豪他是2016年基建亚青赛的金牌得主 今年是25岁 双方转换 戴瑞防守还击成功之后呢 又取得一键 现在两支队伍是有着四分的差距 让键豪能拿下关键的一键吗 现在两支队伍是有着四分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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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进攻之后呢 是拿下了这一局 双方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三局 那马上要开启的是两支队伍在第四局的比拼 电光伙食之间需要做出准确的判断 而且这场比赛的每位选手都要进行三局 在体能方面也是有着不小的考验 转换进攻 进攻反攻四中之后 林霄是得到比分 现在江苏市13比15 落后于广东队两分 听裁判的指令在启动 时机非常的重要 掌握准确的时机 其实也左右着比赛的胜负 直接进攻 再得一剑 17比13 这次的防守还击还是起到了作用 让许英明是在得一剑 林霄主动性非常的强 想要去不断的缩小这个分叉 许英明是想要回看录像 主动优先权的判法会落在谁的身上 现在要看一下裁判最终的定夺 裁判还是判给了林霄 许英明还是在跟裁判不断的进行沟通 觉得这一分呢是存在有意义 进攻反攻之后 许英明是将比分带到了19比15 广东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是领先武剑 现在双方有五分之差 广东是20比15要领先于江苏 刚才在进行比赛的许英明 这位广东选手呢在2016年的时候 他是在亚锦赛 拿到过个人赛的铜牌 之后又和队友呢在亚加达的亚运会 取得过男子配件团体赛的铜牌 现在是双方的第五局 由江苏选手黄露露和广东的运动员梁建豪进行对攻 两位选手都是右手持剑 转换之后步步逼退对手 次中对手这样的话缩小了比分差距 今天的比赛就是要去绝地的反击 要判断对手动作的真伪 包括在关键的时候尤其是无路可退的时候 一定要做出决定型的行动 转换进攻 江苏是拿到了主动拳 这场比赛当中呢是将黄露露替换成了孙伟上场 那么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呢 每支队伍呢是有四名选手 三名是正赛选手 还有一名是替补运动员 那江苏呢是将黄露露换下 替上了孙伟 梁建豪在转换进攻之后 进攻反攻得分 19比21 江苏还是要现在在这个阶段是落后于广东 梁建豪直接进攻得分 依旧是同样的方式 直接进攻 孙伟是将比分带到了20分 转换进攻之后 梁建豪再得一剑 这次是做好了防守 飞身一跃 但是孙伟呢是一个公布击中了对手 这要看一下裁判最终的判法 还在等待着比分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男子的基建选手身材都比较的高大 在比赛当中呢 身高会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身高必长的这个优势 这一分 孙伟的脸上有些疑问啊 因为这一分是判给了梁建豪 又是五件的领先 孙伟是觉得自己有更为主动的意识 他觉得这个判法呢 还是存有一些问题 一直在跟裁判员进行着沟通 比赛呢继续进行 现在是来到了江苏和广东的第六局 对阵的双方是江苏队的戴瑞 和广东队的邓小浩 德国主动进攻得分 德国主动选择本 德国主动进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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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瑞直接进攻得分 戴瑞想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 要看video 邓小浩是有进行防守的反击 这场比赛还是进行的较为激烈 双方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着比分的赶超 广东现在是处于领先 江苏是一路奋起之追 这是一场冠军之战 所以裁判对于这样的比分的判罚会更为谨慎 要看一下他最终的判罚 这一分是判给了邓小浩 判给广东队 这样广东队是逐步扩大了比分优势 二十七比二十一领先于江苏 转换 不断的调影 紧逼对手之后这个防守动作有一些大被邓小浩抓了个正着 给了邓小浩足够的有效部位的空间 好准备 好准备 主动进攻之后呢 邓小浩也是拿下了这一局 30比21 广东依旧处于领先 很多的变化呢 都是在一瞬间达成的 尤其是快节奏的配件 更需要选手以积极的意识 去掌握主动权 基建的吸引力 也就在于两名运动员之间 这样战术的切磋 以及他瞬息万变的局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的第七局 由邓小对阵的是梁建豪 在转换之后呢 林肖是将选手逼 将对手逼到了端线处 这一剑 狠狠地劈向了对手 取得一剑 在进行转换之后呢 紧接着进行的进攻 帮助梁建豪得到一剑 广东的选手到了比赛的后期 就更需要去注重自己比赛场上的节奏 比赛其实就是在看主动优先拳 于谁手中掌握 林肖刚才是掌握了主动优先拳 得到一分 林肖的进攻意识很强烈 梁建豪要做好防御 依旧是主动进攻的得分 比分的差距正在被林肖逐渐缩小 广东选手梁建豪现在是想要看一下videal 有一个停顿 停顿之后呢 林肖是主动出击 所以这一剑呢还是判给了 具有主动优先拳的江苏选手林肖 26比31 现在江苏是随着比赛的进程 来加快自己进攻的节奏 现在梁建豪前面的几件 都是跟着林肖走 转变了线路下蹲之后呢是反攻成功 现在是28比31 江苏队的林肖在这局当中发挥强势 正在帮助着江苏不断的弥补这个分差 梁建豪直接进攻之后得分 梁建豪在这局比赛当中所面临的压力不小 因为林肖的主动进攻意识真的是非常的强 这下呢是没有准备好 这样梁建豪是33比28 林肖的这个头家 更换一下之后呢继续进行比赛 防守还击之后梁建豪 是先帮自己得到一分之后呢又主动进攻再得一剑 这样35分的分数是要处于领先 领先于他们的对手江苏队 一共9局呢现在是完成了7局的对决 马上要进行的是第8局的比拼 第8局结束之后就要面临决胜局的挑战 来看一下第8局对阵的双方 是江苏的戴瑞和广东的许英明 戴瑞是左手持剑 许英明是右手持剑 戴瑞主动发动进攻刺中选手 许英明对这一剑呢觉得是有异议 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这一分是判给了江苏选手戴瑞 又是一次主动的进攻 又是一次主动的进攻 裁判是判给了广东的选手许英明 确实是戴瑞要更主动一些 现在双方两支队伍是有5分的差距 徐英明主动进攻之后呢是再得一剑 因为配剑比赛当中是没有护重的原则 所以所有的比分都是在你来我往之间去达成 这个比分差距呢是被许英明逐渐的拉开 现在江苏是落后了7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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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